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煤才是王道 主要就是因為等一下10點說 行政院要在裡面的七樓國際會議廳要開空氣污染防治策略的公聽會 民意上就是要走這個程序 我們覺得他們在走程序 走這個程序就是我來聽聽民意 他在這個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 他沒有來跟民間團體對話 沒有來傾聽民間的意見 等到他在林權院長在4月13號 在行政院開記者會公布之後 他才要來開公聽會 他的費用經費高達365億元 但是裡面洋洋灑灑14項的措施 都沒有針對中南部最嚴重的空污問題 也就是燃煤所造成的空污去對應 煤炭的空污問題真的是造成我們中南部癌症地圖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癌症地圖的變化 現在都是集中在中南部 這已經造成我們中南部人民 健康上很大的一個風險 那這當然這也是國安問題 因為就牽涉到我們的健保 我們的國人的這個健康 沒有針對燃煤這個大空污的問題的話 這樣的空污防治策略是註定可能就是失敗的 那當然最大的污染源就是燒煤這個現象 像花電或是說為了能源產生而燃燒各種 從地下挖出來這些含有重金屬這些物質 那造成空氣中含有很多污染物 包括PM2.5 重金屬 還有其他的有害這些有機物的物質等 所以我們一直期待政府能夠 有為的政府能夠好好把空氣整治 然後定定一個法規能夠保障國民健康 那可惜這個環保署或是特別是經濟部 完全無視台灣中南部健康的這樣的一個惡劣情況 應該是要改善空污最重要是前端的解緣能源 但是在這個簡報裡面 在14個這個裡頭完全沒有所謂的前端的解緣能源的一個工作項目 那你如果前端把解緣能源的東西降了大量的降幅的話 我想空污就有辦法改善 後面就不會有這麼多個加恩加恩加恩的東西 但政府在這個措施裡面完全忽略所謂的前端的解緣能源 我們政府的那個緊急措施真的非常的寬鬆 你要達到初級的時候 只要求業者降5%的投藍莓量 那個真是無感啊 5%有什麼感覺 然後甚至你要達到中級的話 只降20% 然後到非常緊急的措施才降40% 大家期待的就是說空污有感是說 但這些空氣情況是指爆的時候 應該大幅的降低這個所謂的藍莓的投料量才對 居然降幅這麼低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十四加恩到底有沒有那個誠心誠意 有沒有真的在意民眾的看法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錯愕 那我們覺得很好笑的是說 台灣呢是先污染不防治 那我這一次呢就是把這個政府 所以提出來這365億是怎麼花的這個部分 我結論三個重點就是 他也是三部政策叫做燒不到氧醋 然後呢抓不到重點 然後最後呢是得不到效果 那比較糟糕的是說 我們長期有去觀察PM2.5的一個數據 我發覺北部地區 他是主要的汙染源 特別是台北盆地 他的地形跟台中是非常的像 他在夏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 他其實他的空氣品質呢 是非常的 相較於台中是非常的好 好的幾倍呢大概是有四倍左右 比方說台北PM2.5可能只有30 我們這邊已經是120 好 他這一次呢365億呢 主要是改善說 所謂的交通污染源的部分 什麼二行程機車 其實二行程機車這個部分 不應該花在這365億當中 因為這很久以前就有了 還有所謂的那個 嗯 種樹的那個部分 他空污基金裡面 本來就有幾十億 那這空污基金拿來種樹 根本種在哪裡 根本沒有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一次 他這365億的這個計畫 是一個非常急就張的情況之下 沒有去通盤的考量 就是在灑錢 而且是灑特定的人事 特定的地區 也就是說 未來台北市的生活環境 因為所有的官員 制定政策的官員 都住在哪裡 住在台北嘛 台北以後的環境會越來越好 空氣品質會越來越好 那中南部呢 你靠得死 那他們那個有個簡報啊 上面有寫的很多很多的策略 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算是以花大錢的方式來救空 不過 當然啊 花這些錢 當然一定有一定的作用啊 我不能說沒有作用 但是問題在於啊 源頭還是沒有解決啊 比如說我選擇 比較大家想到的 什麼河川洋城 河川洋城 為什麼 河川沒有水嘛 沒有水就乾枯乾枯 就風一吹 風一吹吹起來 沒錯 他花很多錢去做 在大亞西口 大亞西口在那邊做 好啦 你說有沒有用呢 還是有點用啊 但是啊 源頭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比如說啊 用水問題啊 為穩定供應這些大戶用水啊 而且啊 還不斷的新增這些大戶啊 用水大戶啊 每年一直核准一袋都用水大戶 他們都要水 都要便宜免費 便宜好用的水 那去哪裡升呢 沒有啊 所以就到處啊 水公司到處做一些什麼 什麼藍水計畫啊 什麼計畫啊 水來的越多 河川的水越少 洋水會越嚴重啊 搶救空屋 尤其是重災區齁 什麼才是重點 減燒森美才是重點 節約能源才是重點 資質不提 節約能源 資質不提 減燒森美 這兩樣事情都不用花錢 就可以立刻改善空屋 另外 空屋最嚴重的地方在哪裡 是在台北嗎 在宜蘭嗎 所以你的策略 你的改善空屋策略 你必須要針對重災區去做改善 而不是給我全國的平均值 如果台中與你的空屋改善了 彰化南投就解脫了 如果高雄空屋改善了 平東台南嘉義就解脫了 行政院你有心做 麻煩你針對空氣品質嚴重的地方去做 你給我一個平均值 那你給我的平均值 請你確實告訴我 你這個平均值108年 針對台中 我平均下降幾維克 針對雲林 你平均給我下降幾維克 我要確實知道 台北有需要再下降嗎 台北當然需要下降 可是最需要下降的 是我們現在這些重災區啊 拜託林全你弄清楚 花300多億 你只要減燒森煤 你只要節約能源就可以了 你應該告訴大家 如何去節約能源 前瞻基礎計畫針對空屋的部分 各位如果這個計畫有效的話 請我們的中央官員 記得來中南部的重災區 我有一個提議啦 其實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空屋 因為不公不義 所以我們請中央立即去檢討 針對比如說六清或者特定鋼鐵產業 特定的污染源 是不是能夠立即減少它的外銷量 三成以上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相信 這樣的空屋會立即改善 為什麼有這樣的呼籲 因為我們大部分固定污染源的污染 都把這些原本他們要負擔的 這個內部成本外部化 廠商賺了利潤 結果大部分的市民人民賺了賺了什麼 賺了健保 要到醫院要備來 失去了健康 再來就是 一直以來我們官方的空屋的 這些檢測上的數據不透明 甚至於大部分都低估了 我們呼籲應該去政策去檢討這個 是不是能夠讓這些數據能夠更透明 再來 一直以來我們所有的空屋的所有的預算 超過八成都是在所謂的移動污染源 而且現在的計畫 所謂的對應的政策 也是高達78%在移動污染源 我覺得這個是政策在誤國 也是在誤導 為什麼一直以來會有高達三成以上的移動污染源 因為這樣的政策認定 結果衍生我們一直以來 投入大量的金費 超過八成在治理移動人 請問如果有效的話 過去這八成的預算 理論上我們的空屋會減少啊 為什麼還是沒有